第四季 第四季回来 第一攻 史洪菲 给到右侧 外线出手的机会 那现在江苏投三分 投得很坚决 玩一下 这么小空间 再打一个内传队 这次是换成了 郑其龙给吴冠希做球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吴宇佳已经溜饭了 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出现在了这个场上 对啊 再看了一下这个 确认一下统计 包括第三季给到我们的字幕 都是溜饭 溜饭已经离场 但是我刚才又看了一下 这大屏幕上没有这条 他的名字后面这个 犯规的这条不是红的 是不是现场是午饭和 对那可能是统计出错了 今天的统计其实是出过错了 包括第一节这个 特托罗奇的一个得分 后来又取消掉了 今天现场这一组的是 有打二加一的机会 好像冠希是盖了一下 但是可能盖在手上 今天现场这组统计人员 是注册当地的 包括纪录台一开场 第一个进攻 我们看到一个24秒 这个出现了失误 对 这当地的这一些 这纪录台工作人员 这个业务水平 还是稍微这个 稍微要差一些 刚才我第一眼看到 吴宇佳出现的时候 我以为仿佛是幻觉 按说呢 我以为给到的是之前的镜头 按说不太会出现 这样第一级失误 主将领不会再派上一个 六贩离场的球员 而且按说第三级 打到他五贩时 没把他换下去 对 也不太会出现 我当时看到他第一眼 我以为给到的是 他之前在场上的镜头 对 我们现在从CBA官方网站上 拿到的数据 吴宇佳也是六贩 对 但他依然在场上 改了 吴宇佳改成五次了 对 改成五次了 更正了 前方这个进入途径人员 也发现这问题了 对 都一圈出来 再给过来 乘起龙 这放了一步啊 他有三分 真自信啊 他有三分的 个儿高啊 我看看防的 我那是小个儿 我赢着你就投 对 特多龙 我先点开吴冠西 这就被刀掉 又是给了对手 反击的机会 但是回防的速度 还可以 这一次 其他几个位置 回防的还可以 这十一分的分差了呀 进来之后漂亮是红飞 非常轻松再打两分啊 江苏的进攻就打得比较活了 有朋友还在问这个说外缘不是两人次吗 再给各位解释一下啊 是因为天津队上个赛季排在了联赛的后末端 根据我们这个赛季的规则 是末端的球队可以采取四节三人次的这样一个外缘的轮转 倒出五名之列 对 而且是应该是在第一阶段 对吧 就只是仅限第一阶段 这个叫缓冲期 缓冲期 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呢 是不管有没有注册外缘啊 有外缘的球队都可以使用两人四节五人次 如果是上个赛季后五名的队伍呢 是两人四节六人次 对 给出来 这下 其实干扰的挺到位的 多罗位节 还在做侧应 打劲 二加一 这次石头帅埋在身后是偷袭成功了 那这样 冠西这两分钟上 换归上的有点快 连着被吹了两个了 这下其实呢 是没必要可以放掉了 已经在你身后 冠西好像也五次了 应该是五次了 那这样的局势又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现在在江苏队阵中的说实话 没有人能够替换关系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 尤其 今年没有大外缘的情况下 其实主战里没什么太多选择余队 把他换下了 换下了 保护一下 你等于整个 整个两枚那些都是年轻球员 你要面对着对方 一个全明星的这个前锋石的帅 一个外援中锋 其实压力是蛮大的 你把何思雨拿上了 基本上整个第三届没让何思雨打 都是靠零听签在打 他从那半场前那些技术犯规吹完之后 就一直在反动上做 应该就没见过他身影了 对 这会儿看坐了那么久会不会坐凉了 今天张希腊三个了 借着掩护罚球线干拔 回来之后立马是这个 马上就沿着你防 疯狗式的防守 扑得非常凶 这不惜体力啊 年轻球员其实主战里是很喜欢 我看到张希腊三个了 拼将 挡拆之后换防 防离给托罗维奇 又是两个人 这会儿就造杀伤剧了 看这就吹谁 如果这次吹吴宜嘉 那他是六番了 托罗维奇今天造了四次犯规 只有一次走上罚球线 这是蒋浩然应该是 蒋浩然赶紧替队友把这锅给背了 对 他这个阀篮还是挺重的 还算稳定 今天这投篮啊 真的是节奏比较差 十二头只有两中啊 对 也是一个外援中锋在打国内球员 而且他这投篮基本上都是在篮筐附近 对啊 我就是说你是个中锋啊 你要是个后卫十二头两中 这谁都有点儿不正的时候 蓝筐这个今天像加盖子一样 一个中锋按说不至于 吵脚龙 那个最后的运动能力啊 他在四号里的达也很激动 这下其实打的有点勉强了 看这次能够插住反击的机会 何思雨 进来二加一打击 二加一打击 这个犯规呢 就是处理的不够聪明 聪明的话 你要不就犯彻底点 旁边的铁哥也是在说 耐心一点 加速这边应该要换人 史红飞歇了不太久 又回来 今天史红飞 也没太多休息的时间 史红飞十八分 五个篮板 五个助攻 三分球是六投四中 全来自于第三节 第三节四投四中 四投 这放了一大步 踩进去 好球要得很深 能不能起 两个人 力量不行 位置呢 已经打到一个很深 很舒服的位置了 但是确实起不来 这球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放成吴冠西 可能这次要 玩球度要好很多 对 把孙星换 也应该换成黄荣奇了 这时候呢 需要一名 更加有把握的 这个终身带的球员 这次的第一节目 又吹了 贺思雨的反馈 啊 这是真的溜饭了 这是真低 啊 我们都已经听到现场这个纪录台的宣告 对 对 何思雨没打几分钟又下去了 今天整个下半场 就打了这么短短的两分钟 何思雨得十分了 最终六分毕业 三分 顾一下三分的机会 还没能把握住 稍稍的这弧线平了一点 这上半场咱说的 在这个金心 不对 是金心还在 我想说金心和吴一家对面 还是熬 熬赢 互相熬 金心现在是三分 今天是打得非常挣扎 两分球十投只有一中 这无论说是对于一名万元来说 还是对于一名中中来说 这都是不合格的数据 对 何思雨返回来得太快了 十四分 拖了个七多分 好 还有将近八分钟的时间呢 让冠西顶着五次犯规上来了 稍微偏早点 有点冒险的陈锋在里边 有风险 但是呢 看球员自己的场上控制的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对于天津来讲 你就可以多去突一突吴冠西这个点 这个点 对吧 宁悦就是吴冠西 防守的时候再放一点 防守的时候我就不尽全力的 把这个能量留在进攻端 宁悦 依然是打冠西和宁悦之间两人的配合 他们就保护下来 又防守了一个回合 江苏这边全队犯规也同样满数了 这对你的防守强度是有影响的 我们看图图围棋 没打 还不攻啊 没打这球 真是 二加一打进 好球啊 施德帅 施德帅反倒是硬气了这阵子 这段时间天津连续打二加一 施德帅很坚决 知道你犯规满数了 我不管怎么样 我往里面去杀伤 对 偷偷龙游戏这球不敢上吗 吴冠西已经收手了 还是打这个郑齐龙啊 他这个体重和这个力量上占优势 郑齐龙 顶得够呛这一下 还一会 应该还是吃了个哑巴亏啊 顶着一下 对一都上了 差劲了我感觉 可能是有点差劲这一下顶的 对一和助理教练刘亚辉 这也是江苏队多年的老将 对一和助理教练刘亚辉 这是江苏队多年的老将 这是给到了本场比赛的最佳时刻啊 这是给到了本场比赛的最佳时刻啊 我们来看看是哪次啊 这是给到了本场比赛的最佳时刻啊 这是给到了本场比赛的最佳时刻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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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奇龙今天20分了啊 20分四篮板 一个助攻 对 小伙子来说呢 今天是个挺大的考验啊 对 打到这会儿 正奇龙已经打了28分钟半了 作为一个team上场的球员 也就是他在后面这段时间里面 基本上没歇过 对 他现在啊 已经应该是 追平了他赛季的这个最高得分 最高得分 再得分就打破了 就创造新的这个高度了 现在是平生压最高 对 接下来还有七分多钟呢 有着机会去创新高 他还在场上 嗯 再多分就创造新高了 啊 现在他需要替冠星封单的更多啊 对 在防守段尤其是 冠星已经是午饭了 加罚有 那么这样的话 又把比分再次破进 回来了 三分的这个封场有点悬念了啊 你看天津右 右手全场 江苏五名车全站在后场 啊 直接给冠西过 啊 这就是想找 就是感觉 球必须要过 他的手 哦 这个反跑 托托罗维奇没得完成护框啊 啊 啊 看现在石头帅对着吴冠西来打 你那车呢 啊 断下来 冠西又立功了啊 啊 冲西龙啊 啊 放一大步 看这次给到上线 看这 托托罗维奇真不出来啊 守飞 再给啊 非常耐心啊 我不管了 剩四秒了就四秒了 这还能再跑 哇 太耐心了 这个最后一秒钟 天津把人给弄丢了 这个太耐心了 这个打的 侧面也能反映出天津这一轮防守啊 没防好 真是犯错犯在最后时刻太伤事情了 托托罗维奇 冠西 外线投一个 这个就打得太简单了啊 冠西篮板保护下来两双了 七分的分叉现在是 嗯 压时间啊 十秒钟开始发动 再给上了 拆过来啊 冠西再转移 再给 被冒了啊 这球 给投 好 好劲啊 哎哟 这几个细节呢 还是体现出来江苏队在整个战术素养啊 和这个执行力方面 确实比天津队底云要更深厚 这球应该又是防到99.9%了 最后冠西一个半点篮把你口气又打下去了 看李南指导这布置的很清楚啊 对 怎么样保护冠西 天津这边过去几分钟其实没有做好 没有在这个点上做足文章 嗯 你如果一个外线球员五次犯规 你想把他打下去 可能还真的挺难的 但是一个内线球员他五次犯规在身上 你还不往他这边去打 这个天津队确实暴露出自己这个年轻的这个经验不够丰富的这一面 对 你不是没把他打下去啊 你是没往他那打 对 你打他他肯定是不敢上这个强度啊去防你的 是 你看惯惯冠西这数据啊 不算特别豪华 但是两双半啊 19分 11个篮板还有五个助攻 本来刚才追的分已经挺近啊 这下又拉开了 9分了 打了一波6比0 过去的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内线偷偷的围棋要求 我们看乌冠西 就是一仰手 对吧我也不 这个就是我给你两分给你 对 我也不去往上仰 对 冠西只做一件事 我逼着你往我 由我队友斜方的那侧转身 对 如果你往我这单独方这边转身呢 我就给你了 借档开过篮 快去再投一个半肩篮 再投一个 稍短一点 快 这个出手就是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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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来分担一下压力 对 现在更多多投几个 向苏杜坚场上呢 说实话 两个雷啊 吴玉佳和吴冠西 都是午饭 那给林天船啊 刚才林天有机会 还是往里面打 冠西 能不能踮进去 冠西这球呢 已经是虚晃雷枪了 吹抢篮板犯规吗 这球进球有效 进球有效 吹抢篮板犯规 哦 这也很亏啊 给 刚才说是给对方 再一次进攻机会 这因为犯规满了 直接给对方再上罚球线 有机会打四分 啊 郑青龙这球 年轻啊 推脱的东西 推脱的太凶了 再来看一下 夹着胳膊 夹着胳膊 其实我倒是觉得 刚才这个篮板球啊 没有说是 特别推 明显的推 不至于影响球权啊 黄荣琪稍微歇了 一分钟的样子 对 又回来 不到两分钟 这要罚进啊 这比赛输赢还真好说 又变回三分了 有啊 对吧 天津呢 今天还真的是挺顽强啊 虽然开局不错就 相当于 也就僵持了一截半 对对方翻过去 但是你看每回都是追上了 追上了追上了追上了 这如果罚进一回合得四分啊 对吧 四分进攻啊 四分啊 好家伙 又追到三分了 又追到三分了 咱们看这时候是谁站出来啊 这个真的有点太快了啊 对 给对方抓一个三分就还不值 三加一啊 相当于一个 图罗维奇啊 都抢守卫了啊 不敢给 张继罗漂亮啊 漂亮啊 哎呦没上进啊 没上进 而且根据业余蓝连规则这球 弹框之后是可以拨的啊 对 大吴冠西 你看冠西啊 冠西后面这下呢 交代得很干净 不给裁判吹哨的机会 对 可是呢天津把球打进了 这样 三分钟只有一分的差距 又不好说了 实在这一截四投四中 这是会打球的 会打球的同学 对 知道怎么样用合适的方式去打 正继龙进来上篮 自己来 打破了 创造了自己 生涯得分新高啊 二十二分了 你再看这球 特特罗维奇 简直是钉在地板上 对 他都不后框 感觉今天是个身体状况不太好 有可能 这个球按说 你一大中风 你得吓唬也得吓唬人家一下 你看不打 不打关系 再要 有脚步了 这纯粹的知道 你不敢做动作 对 但他还是躲着打了 还是换到左手来抹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 肯蒂亚这边 也可以考虑把关系换下 对吧 你说他现在在场上 最大作用可能是进攻 因为防守端 没有必要说太去要这个防守 他也不敢去太上 防守强度 但其实主要还是在进攻端 但话上来就在说嘛 用他就是用进攻嘛 防守呢 对 实在其实就是 站一站 稍微给对方形成一点干扰 毕竟身高摆在那里 好 这下也打了 偷偷龙维奇一个午饭 两人今天这对子啊 从开场对到这会儿 对 对到比赛最后两分钟 冠西今天罚球也还是不错了啊 非常争气 但凡出机会呢 基本上都把握住了 再进 关键的两罚两中啊 非常关键啊 这回非常争气 对 那三分的分差 比赛仍然悬念非常大 这时候比谁犯错少了 对 这时候应该要减少失误 现在就是往里打 但是他就是不坚决啊 擦盘又是想哨了 这哨稍微的有点敏感啊 是不是 那又要上罚球线罚球了 对吧 因为现在你一吹江苏的范规呢 就得从天津上罚球线 这个哨我觉得 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能过去啊 对金星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对 这黄若琴自己被吹的 也有点这个冤枉 这黄若琴的两边 却都是挺紧张的啊 谁都有拿下比赛的这个机会 对 关键叫开史侯飞啊 不要 没有让史侯飞上来给自己打配合 都一圈回来还是史侯飞接球 吸引开脱头的温琴给啊 直接自己投了 直接自己投了 蓝本球被天津里面保护下来 史侯 往里给 给内线 盖掉 再强 这冠希也真是拼了 顶着五次犯规 把该做的事都做了 哎呦 这个失误呀 犯错了啊 犯错来了 看看江苏能不能抓住 这是不应该啊 刘铁直到这 心中不知道飘过一万个什么了 再看看 冠希这个盖帽啊 非常干净 真是玩命了 虽然午饭再生 但是你不能当我不防啊 使得帅本节 到现在投着的第一个球 被吴冠希盖下来 又是郑启龙 杀进来换左手 漂亮啊 这场球我觉得对于郑启龙 更大的意义不在于 创造了职业实验的新高 而是 能够打这样的关键球了 对 自信啊 托罗维奇 正面 再抛一个 还是躲着打 还是没有啊 真是躲着打 你正面赢着吴冠希上去 真打五次 你真有可能把他给打下去 他今天这个勾手啊 抛的这个 手感全无 那这样现在江苏要非常 这个珍惜这次进攻 一旦打进就极为主动了 对 领的有点大 要前放下来 来看天津有反击的机会 最后三十秒钟啊 但是刚才现在要成功率啊 现在是要成功率 直接要三分 犯规 尽心的 应该是吹了尽心的 抢篮板犯规 这也对 因为进攻时间已经不足二十四秒了 也不再进攻了 非常好 我和其他几乎这一场 权的准备 左手和其他几乎 他没有进攻 然后他被打压着 三个人踢起来 而他不太交换 这就相当于是在赌 发球不尽 继续把自己打下去了 看到他神奇就觉得可以看得出 因为刚才上一回合范围的时候 他已经是五范了 刚才再赔一个范围六范 他自己知道这个也是无奈之举 直接离开球场了 这也是比较难得一见的 有点赌气了 感觉 反倒是被记错了这个范围的吴宇佳 坚持了 现在还在场上 二无 华山论剑 最终吴宇佳 这个截图给他非常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 金星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 以及这个错失最后这个机会之后 这个沮丧在那 因为本身其实对于天津来讲 上场赢了之后 他们挺想要一波两年 对 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就摆在那了 而且金星确实今天是天津队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你想第三截就他一人扛了 20分 11个篮板 7个助攻 5个抢断 对 这个数据太豪华了 一个小前锋拿了两双半加半 这极有可能空卡 这确实是非常遗憾的 如果这样漂亮的一个数据 能够换来一场关键的胜利 这场比赛无疑将成为金星职业 剩下一个代表作 对 他怕的就是空卡 但现在的这个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成为试试 镜头是给到郑气龙最后这两次突破上篮 都是非常关键 非常敢打 这个比赛气质可以 我估计如果今天肯定亚取胜 MVP应该是郑气龙的 毋庸置疑 我觉得应该是他 24分 5个篮板 一个助攻 全队得分 现在他最多 而且肯定亚现在全队5人得分上双 这冠西是第5个 对 冠西第5个得分上双 天津这边也是首发5个 全都是得分上双 这个就是阵容的后度 对 你看江苏先得分上双 是两个team上来的球员 天津除了这五个首发 能够给球队帮助的 人员还是有限 现在看这个情况 得先抢一个 然后再 抢一个 然后再犯规 对吧 对 也得先抢个 抢不进了 这比赛 看要三分 要三分 突进了 大概耗时 7秒左右 进一三分 而且这三分进得还挺勉强 找了一个高炮台 对 孟子凯 他其实本来 这个战术应该不是给他来投的 是想要找第一脚 但是很果决 当然他有投射能力了 这边他也是面对了一个午饭的球员 所以脑子很清楚 马上就投 打到目前为止 孟子凯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8.5% 接近四成 这对于兵四号位的球员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肯定回来之后先防发球 如果发球防下来 能断直接打快攻 直接打快攻 不能断的果断犯规 对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没错 13.7秒 你能知道这个暂停来得很及时 你头就马上要暂停 第一位的 我得通过这个暂停 我跟季度台跟领场裁判 表示我在前场发球 13秒我没必要在后场发球浪费时间了 没错 我在前场发 那采帕过来问你前场发后场发 一般这个时间如果是比赛还剩20多秒 教练说我后场发我要一个24秒 现在比赛时间就剩13.7秒了 肯定是要一个前场 那一定是前场发 没有后场发的这个必要 你后场发风险大 离对方这个篮筐近 后场发是离自己篮筐近 是 离对方进攻的那篮筐近 对 走身前 走身前 先来看这个边境球发出来 给他 要不要犯规 要不要犯规 给他冠心手里面没有及时犯规 这是犯在了史洪飞身上 偷偷了我也期待在跟队友比划 我午饭了 我不太敢犯 这时候考验史洪飞 两罚全进 这比赛的基本上 绝对主动拳 是绝对在自己手中 但一般对于他来讲 这个罚球丢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看今天消耗也很大 这一脸的汗 关键时刻 两罚全进 再叫暂停 要换人 江苏非常有针对性 换两个上来防守的 把吴冠希和史洪飞换下去 天津应该是没暂停了 看这儿 应该是没暂停了 李战知道这个细节我觉得 直接运过来 要三分 有劲了 一分之差 一分之差 6.2秒 林丁谦 心脏够大 林丁谦 先来看一下 这迫使肯迪亚应该是叫我的暂停 要短暂停 要短暂停 这会儿呢 再换一下 换两个罚球稳的球员上来 我要前上发个球 对吧 再赌一次对方的这个反归战术 这球 张仙退的太多了 是吧 对 你就踩上三分线方 你看张仙退到三分线里边去了 你知道对方一定是要三分球的 当然这个是也没有如果 倘若这球刚才来个三加一 就有意思了 这里咱知道 回去得把张仙涯骂成什么样 三加一 咱俩可得加班了就得 对 这个呢 就是年轻球员在场上 对于局势 对于瞬间做出的判断 对 还是又欠火候的 当然得说天津自己够争气 这俩三分都投进了 给了天津一个机会 那现在看天津在谁身上来犯规 然后看罚球执行如何 对 有可能先防这个罚球 防这个罚球 这个呢 就是抢一下 抢不着马上得犯了 六秒钟没有太多给你浪费的时间 万一你这没抢下来又没犯过 对方一两次传球 你追不上了 对 那时间就走完了 现在看啊 这个发球很关键 现在新的规则啊 发出来之前还不能犯规 一犯就是围体犯规 这就是 那真实比赛就彻底葬送了 还是史洪飞 这球还是发到了史洪飞手中 那比较清楚 一般情况下呢 是 李南指导说这不是围体吗 这个是执行犯规战术当中 除非是非常恶意的拉拽啊 一般情况下 这个裁判是不太会去吹围体犯规 这其实就是孟子卡 就是搭一手啊 这个应该不至于 财卖还是很 很严谨啊 这也在李南指导的 这个要求下 还是决定 看一下回放 确定要不要升级 这个比赛呢 打到这一份上 这一次判罚 有可能就决定比赛的胜负 对 所以还是再严谨点 一旦吹围体犯规 天津队这场比赛就已经 结束了 打一球马上就放开 这应该是 看一下主台湾 汪梅做什么样的判断啊 没有升级 普通犯规 普通的 普通犯规 这球确实也不太至于 这个构成升级 对 不算是恶意 也没有太大的 如果手费已经过干净了 你已经跟不上了 从背后搂一把 把人搂倒了 那肯定要吹围体 对 李南指导 思路非常清晰 刚才一个回合就知道 天津没有暂停了 两伐全进 第一伐有了 如果两伐全进 双方三分分差 天津也有机会 把这比分扳平 但是还得看 篮板球的保护 对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 张希连刚才那个三分球 没有防守 站位站得不好 伐进了 先这个发球 来看 要是一 领防 快上球 不要三分 不要三分 孟子凯是不是 把比分给搞错了 蒙了 自己上完之后 还觉得挺高兴 是不是打平了 现场好像还有情况 无效 进球无效 先倒时 那么这样的话 这样是赢一分和赢三分的区别 裁判依然是非常严谨 这两分算不算 虽然对胜负来说 没有影响 但是有可能牵涉到后边 计算小分的情况 对 所以裁判还是再核实了一遍 那么三分的优势 肯定是拿下了本场比赛 收获了一波两年胜 收获了一波